实际上,台党能够救几百万年 实际上不是我的功力 我没有什么功力 都是关心菩萨的慈悲 因为是你们自己每个人都有功力 因为你们每个人自己本身都有能量 你们每个人都有菩萨的慈悲心在心中 你们每个人都有能量,都能感觉 并不是我能感觉 我这次在香港开法会 有二十几个人全部开天眼 但是有上千人全部瞬间的眼睛看得到 台党身上的头上 上千人 一共要上外人在那里 有百分之十的人看得见 你们想想看 为什么 你比方说 你们今天一接触 在一起,人跟人在一起又会觉得气场 很多人像很多师徒练过功的 他们又会感觉到,这个气场很好 这个气场很不好 这个人我很喜欢他 这个人我不喜欢他 到了这个房间里面 我就觉得阴森森的 到了这个房间我就很舒服 这是为什么 你们自身的感应 对不对 很多人吵架之前 马上就知道 接下来我要吵架 憋不住啊 不要吵 不要吵 当成骂 当成骂 偶然听见一句话 你还要骂是吧 再憋 再憋 对方对方 他同样 跳起来 这个是什么 恶元道 所以真正聪明的 有智慧的人 要懂得因果道 种下的因 一定会得到果 你们今天在这里 听台长给你们讲 你们就种下的善因 你们一定会得到善果 还有很多人问我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能吃苦 实际上中国人能吃苦 中国人因为懂得禅定 你们知道什么叫禅 禅就是能够定下来 一个人定得下来 才会产生智慧 所以佛法说 佛法介绍 借定会 借着的吗 我看见好的东西 我不想去哪 人家说 用这个方法赚钱 我知道这个方法 不能赚钱 我就不去争取 不去努力 那么接下来 我就不会有事情 对不对啊 在我们澳大利亚 有一个人 留学生被抓起来 说他年纪清晴洗黑钱 他说我哪有钱 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几个钱 最后罪名成名 判几年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因为人家跟他讲 你马路上看见他 看见他 就看见他拿那个 那个 那个 Cash Machine 就在那个机器里面 一看他那个存款很少 看他的表情 然后就跟他在边上讲一句话 你想不想有点钱呢 你想不想发财啊 他从来看半天 然后 我把钱存到你里面好啊 然后我再把钱 从你的账户上拿走 我会跟你留 多少多少钱在里面 他开心啊 他就参与了洗黑钱的行动 听得懂啊 因为贪心啊 因为他觉得我没钱 我要钱 你有的事情 你又不能去做的 所以恐怖子早就讲 非礼无言 非礼无听 非礼无重 对不对啊 你不该做的事情 我们一辈子都不能做 我们不该听的话 一辈子都不能听 我们不该看的东西 我这辈子就这么能看 对不对 所以 自己种下的因 自己一定会得到烦恼 一个人的毛病 就是在烦恼当中 所以 当海兰刚刚看见 菩萨的时候 菩萨就经常跟我讲一句话 人间是烦恼 你今天到了这个人间的 你就是从生出来 开始烦恼 一直到你死 都离不开烦恼 我听说多少问了 爷爷老婆婆 他们跟我讲 哎呀 我的孩子大了 我就没烦恼了 我工作有了 我这个店继续 以后把它卖掉 我就没烦恼了 退休了之后 孩子 又成为他的烦恼 孩子又要搞得好 老婆找得不好 又是烦恼 老婆找得不好 孩子生不出来 又是烦恼 接下来 离婚了 又是烦恼 等到自己的晚年了 什么都不行的时候 好了 又是烦恼 要想吃东西 牙不行了 要想出去旅游 脚不行了 到了最后晚年了 一无所获 到哪里去都不行了 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 要听人家讲的人 一个有智慧的人 要听人家的讲 他才能学东西 很多人说 我什么都懂了 你们还能听得到 听得懂人家话 台长经常听他讲 有烦恼的人 就是没有开悟的人 这个人说 我没有烦恼 这个人就是有开悟的人 这个人如果 开悟的人 他一定不会有烦恼 我想得通的人 这些人不会有烦恼 想不通的人 永远会有烦恼 所以台长就是叫你们 能够相通 能够明白到 我们今天所有受的一切 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你想想看 一个老婆婆 现在嘴唇不动 不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 不注意自己的腿的保养 工作太轻毛 为了赚点钱 对不对啊 很简单 一个突妻 一个也突妻 两个人为什么会到最后 不能白头到老呢 很简单 都不能忍着 所以我们世界上太多的人 想什么就想得神 世界上太多的人 是想出来 想满脑 所以学佛就是让人家 能够想得通 想得明白 能够开智慧 所以真正的 聪明的人 那是永远 是能够控制 世界的 那么佛法界讲 就是能够戒 有戒律的 大家知道 什么叫戒律吗 开红灯 开汽车的时候 你想开就开吗 红灯 你必须要停下 我在澳大利亚 曾经给一个 一对人 看过 他们两个人 知道舞台长说 对这种 能够 人界的事情 特别厉害 两个人 带个孩子 三个人 买张三张机票 到我大利亚 不然 你来看我 看了我之后 我就给他看了 找原因 找了什么原因 我告诉他 我说你身上 全部都是 一颗一颗小的东西 像田螺 全部粘在你的身上 你的血液不好 他跟我说 舞台长你讲的太对 我从小血液就不好 那么他来看 是谁呢 是他的儿子 因为他的血液不好 所以他的儿子 从小就是痴呆症 很严重的痴呆症 脑瘫 可怜吗 结果我帮他看出来 我说你身上 都是田螺 他告诉我 舞台长 我不瞒你说 我们家很穷 他当时跟我 讲这句话的时候 还要顾及 他老婆在那上 他说 卢台长我们家很穷 我妈妈那个时候 他上海了 在普通啊 那种水塘边上 捞那种田螺 捞了田螺 这就是卖给人家 他就是卖田螺 把我养大 我妈妈就是 一个人卖田螺 我爸爸过去找 把我养大 然后 然后供我上大学 那么他接下来问起来 卢台长 我妈妈自己赚自己的钱 如果我没有我妈妈给我 用田螺让我养我 能够让我上大学 我哪有今天呢 难道我妈妈做错了吗 我说 你如果你妈妈不干这个工作 去干其他的事情 你今天会不会得白血病 会不会血液出问题 你今天会不会让你的孙子 让你妈妈也难过 看着一个像活死人一样的孩子 拿到什么大天都往嘴巴里吃 还有一个人 孩子也是 11岁 拿起后面 往里上脱 妈妈一边打电话 你带大妈妈去救救我呀 救救我 就是这样 台长天天这种病例 有几十例我要救 我为什么 因为我看见他们身上有灵性 我看见他们身上有鬼 我看见了 我能不说吗 看见了就要帮助人家 那才是人的 那看见人家 不愿意帮助人家 那是个自私的人 所以教你们叫学圣人 圣人就是懂得帮助人家的人 而不是圣人的 小人就是天天想赚人家便宜的人 所以要学圣 要学好人 天天能够救度众生 你们都是台长的 以后的好朋友 你们以后都能帮助台长来救人家的人 希望你们要好好学博学法 希望你们能够明白到 我知道你们今天来了很多人 因为 很多人想当场看图团 想叫台长看看 我的命怎么样 我的运怎么样 我家的风水怎么样 没关系 台长今天来 就是给你们看 但是问题 希望你们先好好学一学 听一听 台长为什么给你们看 所以台长跟大家讲 我们学博不是学迷信 你们知道吗 很多人在家里风水上 存在的是迷信 而不是风水 你比方说很多有点钱的老华桥 在家里放上一个佛刊 一个佛刊 这个佛刊呢 有三个 大家都知道红路了 因为啊 上面嘛 供菩萨 当中嘛 供佛中 下面嘛 供土地 供供了 或者供那些台神 你想想看 你怎么能乱供 你们知道 我不懂啊 这个就是属于犯迹 我告诉你们 过去台长 没有到下面去 没有到天上去 我也不懂这些 你们知道 我们很多人都在犯弃啊 你知道 供神 为什么要跑乳猪啊 还要活的东西 那个是给地府的神吃 他不是彼仨 你们拜的是神啊 拜的是仙啊 对不对啊 神仙要拜不拜 要拜 但是真正的 你们要学什么 要学佛 要学高尚的佛 要救助众生的佛 而不是去学 这些东西 很多人到庙里去拜佛 连自己名字都不报 我不知道你们法国接电话 是不是先报自己名字啊 你们接起电话 是不是说 像我们澳大利亚说 这是学学前 Speech 对不对啊 啊 这是什么什么公司 你好 你跑到葡萄那里 葡萄 每个人跑到那边 比如说这样 连自己名字没有 正规的拜佛应该 今天我某某某给观世音菩萨拜佛 观世音菩萨你要慈悲保佑我 某某某 让我某某某的孩子怎么样 你连名字都不报 你怎么样 名字就是你的大号 大家听得懂吗 啊 这是简单的文字 烧香 擦香 会不会啊 没可能会 你们跑到那里去擦香 你们知道南州理由吗 不懂啊 对不对啊 啊男人应该啊 左手拿香 右手护肠 很长 女人应该右手 拿香 左手护肠 是这么长 你们会吗 课图可以几个 四个啊 哈哈哈哈 刚学的 哈哈哈哈 所以告诉你们 要明白 跑到庙里去 烧头香 很多人都不懂道 烧头香 一根铁蓝拦住 一柱像 做手护肠 你们想想看 菩萨会 要我们这么多钱吗 观念不到大慈大悲 会让我们穷人 得不到烧香吗 那是庙里 那是有些地方 现在很多地方 都有点变化 很多好的庙 还是很好 但是有些地方呢 就用钱财 很贵啊 你们想想看 现在10个人 叫法师操纵 很多人钱都不忘记 现在台长 把这么好的小王子 把这么好的方法 交给你们了 你们自己能够操纵 你们自己爸爸妈妈 不要花钱 你们还不花仇 而且零不零的话 我可以叫你爸爸妈妈 到里面你来看 就这么简单 很多人说 你卢台长是谁 我用不着讲我是谁 我就是一个卢台长 但是你们要知道我是谁 我用不着讲 你们只要说梦中 说我要见卢台长 你看看 台长人会能到你梦中来 能来的就是不是卢台长 听得懂吗 不来的就是你自己 听得懂吗